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听Lucas Graham 演唱的Love Someon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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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走进1月11日的月动手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Lucas Graham 演唱的Love Someone 我们用心热爱生活用心去感悟幸福 我们就能用感恩的心好好享受一切美好 热爱生活就从今天开始看到有听众给我们发来留言了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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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2245 Unid HCD 平EN 泡 混 泡 我 UNid 泡 被 我看很多 U 我看不見了 我看很多電影 我看一天一天 我看一天一天 第四位 3882 你女生在九十天晚上 聽到電視台最好 哎呦 謝謝 可能現在聽到的人 都相信 可不可以 這時間是最幸福的日子 幸福了 幸福了 呵呵呵 聽說話的話 每天的壓力都流動了 謝謝 謝謝 我會更加壓力的壓力 謝謝大家的留言 下面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節目的參與方式 參與節目可以發送短信的警惠1013 每條短信的通信費用為50韓元 長得短信是100韓元 可以發送郵件到 TBSEFM月動的Gmail.com 或者下台TBSEFM和我們互動 職業調查機関 我們準備了 富製的禮物 請多參與 請多參與 而且最重要的 0.02的職業調查機関 電話 如果是很忙碌 請多參與 晚上9至10時 TBSEFM的TBSEFM 請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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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 收聽率調查期間 請一定要 收聽率調查機構 打來的電話 是0.02開頭的 不要忘記回答 收聽月動手 感謝大家的支持 和參與 歡迎回來 這裡是今天的TMI 今天一天大家過得怎麼樣呢 周圍發生了哪些大事 小事和新鮮事 大家可以把今天看到的 聽到的經歷了的事情 通通發送到今天的TMI 熱地期待分享大家的留言 好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聽眾發來留言了 第一位是 公正的超出1號 哈利波 你好 恍說的愛親家 Nairo Nairo Bang整理 看前面 我從前 購買到1千元 我找到了 哇 또 카드로 사먹는 시대가 올까요? 겨울에 2,000원 정도 품고 다니는데 그것도 추억이 되는 날이 있을 것 같아요 와우 그쵸 이제 현금 이제 돈 안 챙겨도 되고 그냥 카드만 챙기고 어디든 다닐 수 있잖아요 그래서 그것도 편하니까 뭐 그래서 저도 이런 거 좋아해요 옛날 돈 옛날 그 옛날 그 옛날 스타일 옛날 옛날에 생기는 돈들 저도 약간 모아둔 게 저도 그게 취미이긴 해요 저도 그걸 좀 좋아합니다 다음 분 안녕하세요 귀엽고 깜찍한 러디 러디를 많이 애정하는 애천자 수빈 누나예요 외할머니가 40년 가까이 사셨던 집에서 이사를 간다고 하시네요 정들었던 집이지만 오래된 단독 주택이라 할머니 혼자 사시기엔 많이 불편해서 이사를 가게 되셨어요 외할머니가 이제 좀 더 좋은 곳에서 편하게 지내셨으면 좋겠어요 러디의 집 꾸미기는 어떻게 되고 있나요? 러디가 보내준 영상에서 거실이 대가리 용품으로 가득 찬 것 같아서 너무 귀여웠어요 2021년에도 악정서울에서 즐거운 추억 많이 만들어요 러디 오늘도 화이팅 감사합니다 저는 집 꾸미기는 끝나지 않아요 항상 영원히 끝나지 않아요 항상 막 이쁜 거 보면 이거 사고 꾸며도 되겠네 막 항상 맨날 꾸미고 있어요 맨날 더 이쁘게 어떻게 더 이쁘게 할 수 있을까 생각하고 어떻게 더 이쁘게 약간 어떻게든 더 이쁘게 꾸미려고 합니다 항상 꾸미는 거 영원히 할 거예요 항상 항상 하고 있어요 끝나지 않아요 이렇게 꾸미고 오늘 만족해요 오늘 끝나고 다음 날 또 이렇게 꾸며야겠네 이렇게 꾸미고 네 끝나지 않습니다 더이쁘게 하는 거고요 여러분의 손� 네 Rimcom or 저희쪽에서 실무양 청소년 한글자막 제공자 히트 캐파이 네 히트 캐파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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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히트 캐 ho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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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周首尔下了超级大的暴雪 怎么样浪漫吗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 堆了个雪人 但是对我来说是因为车上又接了霜 然后电池因为过低的温度 然后打不着火 然后那天就急急忙忙的早上叫了个车打车去 除了这种小小的意外之外 但是他反而好像给我的这个考试增添了一些 再回想起当时当年的毕业考试 好像还有这些小差级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哦那就好 我觉得我就知道就算我不祝福你 你肯定也能考 没有没有没有 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 因为你是老凡尔赛 凡尔赛本赛 学霸都是这样 可能这次考不好 然后考完了以后 哎呀 我觉得我这次考杂了 结果还是年纪第一 可能也就是98分 好的 那我们抓紧来看看今天第一位听众 好的 这个第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是来自 这个可以说是雪城了 来自中国吉林的一位朋友 要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他说亲爱的乐迪晚上好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来自中国吉林长春的洛小塔 前几天我考了教资考试 应该是教师资格 教师资格证 对教师资格证考试 每天练习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考试的那天呢 看着台下坐的老师们就突然很紧张 在对于老师提问的环节和事讲的环节 我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脑中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考杂了 成绩三月份才会出来 这次考试大概 下一次考试大概还要等到七月份 我非常紧张 因为怕下次考试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不知道乐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同时他想说 真的非常棒 祝越动手尔越来越好 也希望乐迪天天开心 特别感谢乐迪直播 通过这个收听乐迪的直播 认识了那么多的小伙伴们 爱你们 我觉得面试啊这种就是百分之百紧张 肯定会紧张 而且对着这么多陌生的老师面前 是的 很怕自己出错啊 对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话 他们应该是要就是有一个试讲环节 就是你把下面的老师们当作是你的学生一样 肯定聚紧张 对对对对对 你又要就是讲出来你准备的那些内容 同时你还要有点演技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 因为你明明是一些老师 但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学生一样 怎么样 成了小朋友听懂了没有 就反而还要有这种互动的这个因斯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应该是很难 肯定聚紧张 对 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肯定会紧张 嗯 我觉得就尽量的就是保持冷静 嗯 就是在考试就是尽量的保持冷静 然后尽量的让自己就是不要被紧张带着走 让它成为你的动力 没错没错 我觉得其实就跟你们准备舞台应该是有这种 我觉得不一样 大同小异的支出 我觉得不一样 怎么怎么不一样 舞台不紧张 啊那是但是但是你回想一下你第一次上舞台 舞台不紧张 紧张的是什么 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是练习生的时候 啊就是评价 哦评价 乐评什么的 这个是紧张的 舞台绝对不会紧张 这个会紧张 是的 那就是比如说你还记得你这个第一次 比如说见到观众时候的那种舞台的情景吗 就出道首秀的那种感觉 我人生第一次站舞台上 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很小的时候 追溯到 追溯到很近 十年前 十几年前了 也是啊 对啊 我十几年前了 我既然有十几年前的故事 可以啊 挺好的 那就就就什么 就是 但我觉得真的 那次就是我 唯一一次就是 在台上完全就 就不行了 哦 是吗 剧紧张 贼紧张 哦 是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 对啊 就就就就特别紧张 然后 就是就是唱歌嘛 那也是和别人一起唱歌 但是 就我就超级紧张 然后就 然后我就不行了 天呐 原来 这个成统也会有紧张的时候 对啊 但就是之后就克服 就你克服了一次 只要你有一次成功了 克服了一次 你就不会 之后就不会再因为这个紧张 是的 没错 那相信这个陆桥他也是因为已经紧张过一次了 所以下一次是不是就会 要比这次表现得好得好 对 有经验了嘛 有经验 就有经验的话 跟没经验区别是很大的 是的 没错 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吧 来自 10cm的 哪也をげきで 哦 请不吝点赞 还是同行的 对 不是 你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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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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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最近有个小小的烦恼 就是说他的这个梦想是成为一个编舞家 但是他从六岁就开始非常喜欢跳舞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里头 最近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杂七杂八的想法 他说这个他因为只喜欢跳舞 对这个学习或者是文化课的学习方面 他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对兴趣或者是有这种想法吧 所以最近他就在想 万一以后他的梦想没能成真的话 会不会这段时间就算是一个虚度的时光 他就觉得会很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样?答案해 주시죠 我看了时就像这样 就是这样子里面的时间 重要的 因为因为 因为你不想做这个梦想 你不想做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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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intensity的速度 我现在 recognized 自动的验 但是他在想就是说万一他不能成功成为这个变武将那这段时间 就算不成为一个成功的编舞家他也能找到他幸福生活的方式 然后这段这段时间也不会是虚无的度过而是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以后我之前这么我努力我努力过只要你不后悔不后悔就那时候哎呀早知道那时候努力一下就好了 但你那时候努力过了不行的话那时候你就会我努力过了就感觉还是会有欣慰 对的吧我觉得 맞아요 本人이 열심히 한 시간은 모든 시간이 헛된 시간이 아니라는 것을 알았으면 좋겠네요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第一部的时间马上就要接近尾声 第二部我们继续我们的小树洞 我们第二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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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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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919年认识的 我们来自不同的城市 我们一起追星 每天都会无话不说 我们一起共同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2020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 我去到了它的城市 所以我们见面了 见面之后 它带我逛了这个上海的各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很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变成了无话不说 无话可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偶尔联系也就是只聊两三句就没再说下去 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的友情呢 最后也祝乐乐2021年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在中国等你 我觉得为什么无话可说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太了解对方 也有可能 就太了解对方了 就说两句都知道被对方在想什么 就没有再多去问了 就是往好了想 往好了想是这样 对往好了想是这样 但是它为什么还会感觉到会有这种就是疏远的感觉呢 可能就你你觉得呢 我觉得哎呀这个 可能最近是不是我在猜猜一个就比较很有可能的一个这个这个可能性 那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说是共同追星然后认识的吗 最近你们共同追的那个星最近是不是不太活动了 所以没有的共同聊的这个话题 这很有可能 是不是 只能盼着它赶紧回归 我觉得你们一起逛个街一起出去玩一下 肯定就能恢复之前那样 但是毕竟现在可能不是在一个城市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要是玩好了想 就是就像刚才乐迪提到的一样 你们可能现在彼此之间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以可能不再像这个最开始一样如胶似漆的这种成天黏在一起 或者是要要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的就是互相在分享着 我现在在干嘛你在干嘛 但是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就是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输了 我跟Mark关系这么好也会有三天不联系的情况 三天72小时整招 是的 你这震惊的 你们觉得72小时不联系 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但我们还但我还是但我还是最喜欢他 我还是跟他最亲的 对没想到 但只是就这段时间没联系 我觉得不用去想太多 对我觉得其实真正好朋友的话 就比如说我感觉 因为考案室昨天和这个大概有半年没有见到朋友们 就是一块就是见面聊天 但是我们明明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 但是就仿佛好像昨天我们刚分开 然后今天又可以凑在一起 大家就是该聊什么聊什么 就是这种 所以对 这个相信你们 你要记得这个 那个小姐妹也在想着你小琪姐姐 是的 还有就是祝你们的这个共同追的那个 某位爱豆 希望她能够赶紧回归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下来 子孝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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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为了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想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在刚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之后呢 就辞掉了现在的工作 然后但是因为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周边的人 就是会觉得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忍耐力不够 然后就是不知道懂得这个隐忍 所以才这么轻易选择放弃 然后他听到这种就是听到这种话呢 他就会会有很大的这个压力 然后也没有像周边的人说自己这个跳槽或者是辞职的事情 然后想要得到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应援 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 朋友就是那种最好的朋友就是 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安慰你会鼓励你 但是觉得你不对的时候会批评你 我觉得你要接受你要学会接受朋友的批评 然后就就我觉得你你得就是他说他要找就是适合他的工作 但你得就是就是先就是想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想清楚自己的梦想之后再找和自己梦想接近的那个工作 嗯 然后这样去努力 嗯 你做你你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找这个工作 就是为什么会找这个工作 然后觉得不是个自己做了一个月就就就就会那个 就跳就是就辞职了嘛 现在去辞职 嗯 你的朋友肯定会觉得 就肯定会这么说你 我觉得你不用就是你 你得去倾听朋友对你的就是对你的批评 就不能只听就不能只听别人的夸赞 不能只听好的话坏的话也得听 如果对你有用的坏的话肯定得听 如果你觉得就是你觉得他说的没道理那当然就不听 맞아요 그러니까 어디가 하고 싶은 얘기는 이게 본인이 생각하는 그런 뭐 생각도 있겠지만 사실 주변의 사람들이 어떻게 보면 더 객관적으로 분석을 해 줄 수 있고 맞아요 의견을 줄 수 있는데 그 과정들을 고민들을 본인이 혼자서 다 이거를 이 무게를 견뎌내겠다는 생각을 하지 말고 사실 주변 사람들의 의견도 좀 듣는 것도 나쁘지 않은 선택이다 对 이런 이런 의견을 줬는데 맞는 것 같아요 对如果你一直躲避 反而你怕被说 反而躲避这些朋友联系你的话 反而会更奇怪 没错没错 就是有的时候 选择这种 就是接受批评的勇气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你要学会接受批评 然后改正你的错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맞아요 그래서 사실 뭐 응원도 당연히 필요하겠지만 저희 응원도 필요하겠지만 주변의 친구들이랑 본인의 고민을 솔직하게 터놓고 얘기하는 것도 솔직하게 터놓고 얘기하는 것도 그런데 그러면서 이제 또 이겨내는 거죠 对他们是你的朋友 他们顶多说你两句就不会 就是不会跟你不做朋友了 他们做你朋友是因为看到你身上好的点 是的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看到一个不好的点 嗯 就看到你做错了什么 就不是说做错了 就看到你不好的点 就不跟你做朋友了 对 没错 而且 对 跟他们就是 就是 时 就是 按事实 跟他们说就行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 一起来听 来自 Marshmallow 演唱的Silence 我们歌曲之后继续聊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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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这种爱情的小烦恼总是会让我们特别的困惑 问我干嘛 怎么样怎么样 如何才可以扩展 多交朋友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多交朋友 首先 首先 不要懒 对 你别说是交什么男朋友也好 或者是同性朋友 就普通朋友 对 你普通朋友 你也首先要 拓宽你的交际面 你才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 对 然后你才会遇到更多的有缘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然后要突破自己的一个框架 什么 比如说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觉得 这个人不适合跟我做朋友 嗯 那你就局限于在你的这个框架 你要突破你这个框架 跟更多 你觉得不适合就是这种朋友 做朋友的话 没错 那框架就变得更大 这样你的人迹 你的人脉就会变得更广 是的 这样你认识的人就更多 那这些认识的人多 肯定总归会有一两个 你会喜欢的吧 是的 这个首先还是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你要先广交朋友 然后再从中 筛一些精品优质 男朋友 对 对 是的 是的 可以 没错 好 那那你朋友多吗 我身边感觉 怎么样 感觉女性朋友还是很多的 那你有女朋友吗 这个 现在还是 这个 我虽然不是某TESOLO 但是最近还是属于这个 Beach 那呢 SOLO 就像米岛有一个 加以四米岛 可以可以 好的 那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小树洞 也要接近尾声了 好的 不知道今天我们两个人 有没有给大家带来 一定的帮助 记得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 也可以发送你们的小秘密 给我们发送到 TBSCFM月洞 atGmail.com 来注明是我们的小树洞哦 对 那今天辛苦了 好的 我们下周再见 好那送的嘉宾之后 我们就来听一首歌 实败来自 Acoosti的COLLABO演唱的 MUH&NOW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그럼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 러러 저는 요즘 빵 만드는 메이킹을 더 열심히 하고 좋아하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지금 21살인데 고등학교 때부터 빵 만들면서 지금까지 꾸미자 직업으로 재빵사하고 있거든요 근데 힘들 때면 우리 드림이들 보면서 힘내요 같은 나이면서 자신이 좋아하는 걸 저렇게 열심히 하는구나 하면서 러러 앞으로도 같이 열심히 해요 네, 같이 열심히 합시다 당연히 힘들 때 모든 걸 다 힘들 거예요 그래서 그 힘듦 이겨내고 같이 열심히 해봅시다 네 노경? 노경이 뭐예요? 노경! 힘내라고 노경 드릴게요 노경 뭔지 모르겠지만 다음 분 9336님 러디 이제 고3이 된 애예린이라고 해요 고3이 주는 압박감이 엄청나네요 올해 공부 열심히 하라고 응원 한 마디만 부탁해요 방금도 공부하다 바로 달려왔어요 러디 사랑해요 공부 열심히 하세요 그게 끝인가? 그게만 원한가? 화이팅 5779님 안녕하세요 러디 요즘 제가 가장 좋아하는 일은 매일을 영상으로 기록하는 거예요 와우 과거는 돌아오지 않으니까요 와우 이거 좋다 알루룽? 오오 좋은 거 주네 오오 좋네 와 이런 거 좋다 영상으로 기록하는 게 저도 저도 그렇게 아 저도 저도 항상 옛날 영상 보면 진짜 뭔가 약간 감성 갑자기 갑자기 감성 와우 참 옛날이네 막 이런 생각 많이 들었어요 네 7단분722님 72225님 저는 요즘 악동설을 보이는 라디오 예전 거 들으면서 찾는 게 너무 행복해요 천러의 목소리를 들으며 찾는 게 제일 행복해요 감사합니다 음 청취율 조사 기간이니까 선물 좋은 걸로 드릴게요 와우 역시 역시 PD님 거기 맞지 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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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今天的跃动事也要接近尾声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那明晚9点我们继续在守候在FM10.3收听又成为大家带来的跃动事 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来自NSTU的BOSS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感谢观看